一个人有傲气 一个人太喜欢说话 这都是围观的 和源 那我请问你 到底要不要说话 这是非常重要的事情 中国人你不讲话的时候 他就骂你 你没说我怎么知道 中国人你说话的时候 他又骂你 你没说我也知道 这才是厉害的 最厉害就是中国人 你说也不对 不说也不对 你千万记住 说还是没说还是 然后很多年轻人就说 那这样干脆死了算了 这叫自暴自弃 中国人是全世界 最早懂得平管的人 就是他上下跟你卡住了 多言必败 你不言会引起很多误会 你看当你什么话都不说的时候 所有人就觉得 这人心机太重 这下午 好 感谢观看